全球一年的消毒水的商机高达600亿美金 有工营运辅导的新创公司也加入了战场 推出了桌上型的消毒水喷雾机 只要加入了清水再透过电话的过程 就能把水给转换成消毒水 还不会有酒精的味道 未来有望能跟机器以及冷气机来扩大结合 来扩大消毒水的应用功能 林某林可彤穿着一身蓝色洋装出席活动 她手中拿着的这罐白色瓶子来头可不小 外形就像是一般的洗手乳 不过它其实是一台消毒喷雾制造机 感应到手靠近 喷雾机就会自动喷出消毒液体 手只要稍微搓揉就能马上变干净 这台喷雾机大约200ml能压200次 拥有自动加压设备以及细致的雾化喷嘴 最特别的是它只需要加入清水 就能达到消毒效果 我们里面有一个氧极跟一个触媒的阴极 还有一个固态电解值 我们就是利用水的电解 让它产生氢离子跟氢氧跟离子 反应槽里面我们会让它产生氧气 或者是透过气体扣散的方式 让氧气跟里面的氢离子去作用 透过抽换式电极氯把水电化 就能制造出高活性氧的消毒水 还没有化学添加物 而未来这样的电化技术 还要结合冷气机以及扫地机器人等 扩大应用范围 我利用冷气的冷凝水变成消毒水 喷洒在我们的滤网上 喷洒在我们的空气中 我可以跟扫地机器人 扫地机器人结合 我们在编扫地的时候就变消毒 这个样子的技术 其实我们衍生的家电很多 全球一年的消毒水商机高达600亿美元 工研院和新创公司联手 加上水利署的大力商品 要把台湾的水利产业 迎向更多元化发展 明时新闻 温柔台报道 感谢观看